本侯固然能救他们 可玄仲将军又能给本侯什么呢 过去玄仲将军提点过本侯 这份恩义本侯已经还了 只要魔侯能救下我这群兄弟 玄仲愿献上自己的性命 是杀是寡全凭魔侯你处置 一人之命换千人 玄仲面露难堪 他也知道自己这所谓的交易 是在占储群的便宜 甚好 听上去本侯倒是不亏 玄仲愕然地看向他 梁将一人可抵千人 玄仲将军乃栋梁 值得本侯出手 玄仲 谢魔侯赏试 此恩敏感无内 几日起 愿为魔侯大人笑死 般若和木木对视一笑 对此早有预料 清雀和助武王 神色复杂地看着楚群 总觉得他或许从一开始 就打着将玄仲 收为己用的算盘 将这千人纳入冥王府 早早就在冥王府设下结界 等的就是这么一出 一举将远地送来的祸患 化为己用 好一招借力打力 谋算人心呢 今夜过后 玄仲归心 这千名将士 必定也敢怀他的救命之恩 王子城中百姓 直惜中州远地的恶举 更会同生一气 人心拧成了一股神 一举三德 千雀想到千年前 妖国大军屡屡在楚一侯手下吃亏 又瞄脸自家妖皇陛下 此刻能挡不住地欣赏这色 主君你抓点紧啊 这事件还有什么成就感 能比得到这女魔头的心更牛的了 妖皇和楚一侯洗劫连理 简直太酷了好不好 时局紧迫 如你率人在西荒休养三日 本侯会赐给你晋升之药 祝你晋升万劫 三日后 我要你率军前去南渊 三日晋升万劫 不信 万劫是大白菜嘛 说晋升就晋升 别的地方或许不是 但在西荒和东里 还真就是大白菜了 当然 只有吃得下苦 根骨优就的大白菜才能进阶呢 玄仲和驻武王都惊心不已 前者冷静下来后 想到了什么下意识到 魔侯派我去南渊 想要我做什么 封锁边境 堵住中州与南渊的出入口 当然 如果够闲 你替本侯把南渊的掌控权给夺来 那就更好了 原来魔侯 收服末将 是这个打算 稍微信